中文字幕 李永宗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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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宗 大家好,午安 欢迎大家再一次出席我们的南洋女工大学公司学院 名詩經典,講座系列三 今天是七月份,今年度的第七獎 今天為我們這一場講座做演講的是 林耳榮、林博士、彭麗健 林耳榮是南亞理工大學文學院助理教授 語言學系和中文系合併的教授 我之所以改用耳榮這個字來稱呼他 因為他是國大中文系畢業 然後呢,我2001年 那時候我剛回到國大中文系教書 第二年我就帶一團的同學到絲綢之路去 耳榮就是跟我們一起到絲綢之路去的同學 他不但自己去,他媽媽也跟著一起 所以很方便為我照顧團裡面其他的女同學 所以我很感謝他跟他的媽媽 耳榮在國大中文系念完這個碩士 碩士以後,就到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去念他的博士 我也很高興,因為他私從的導師 就是我原來在加拿大的這個老同學 陶弘映教授 如果耳榮今天要跟我們講的 他也在華僑中學教過什麼情況 我在華僑教了三年 在萊弗士女宗教的一年 所以耳榮是對新加坡的情況非常熟悉 他也是我們這個女生徒長的新加坡人 所以我想他今天所要給我們做的這個演講 這個題目是我們大家人所感興趣 非常感興趣的一個題目 所以我們今天也很榮幸 有我們教育界的幾位老前輩 洪煥好院長、鄭昭榮教授 他也跟我們這個華文教育界有名的這個老前輩 今天他們也通通出席來聽耳榮的演講 所以呢,耳榮會有壓力 非常有壓力 好,那我的介紹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先請耳榮給我們開講 各位下午好 首先,非常感謝洪煥圈 楊比副院長的這個邀請 不需要我今天來談談這個課題 很有壓力也很高興看到很多師長 以前我的院長都在華初 我以前是讀華初 我從院長還有我鄭校長都來了 很高興也很有壓力 那麼,楊樂載也說了 可能因為我是土生土長新加坡人 所以我才有勇氣講這個題目 心情非常的忐忑 因為我知道今天要談的這個題目 大家很關心 也是牽動很多人心弦的一種題目 但是我認為啦 這也是我一個 我認為必須時不時好好談談的一個課題 所以今天戰戰兢兢的準備了今天的內容 我今天想要做的是呢 通過文化和語言這兩個命題啊 來談談我一些看法 因為畢竟我自己是做語言學的 我一些看法 希望能夠拋磚領域 然後呢 多留一些時間 跟大家一起交流 好好談談 好吧 謝謝啊 好 那麼 首先啊 我們先看看這個 看看談到我母語教育的時候呢 我國似乎有一種既定的一種認知 形成了一種很普遍的一種話語 那就是 學習花文化語 就能傳承花族文化 那比如這份2011年的聯合早報社路 下面就提到 這個內閣執政 那時候 李光耀教育部長 馬瑞傑 我通常都談到一個課題 就是說 特別突出 母語教育在維繫各族文化 和身份認同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所以 母語教育就是語言啦 和文化 維繫文化 再看去年推廣華文理事會 在舉辦講華語運動時的新聞稿 那時候呢 這個推廣華語理事會新聞稿 下面這裡就一句話 今年的講華語運動 也希望華族社群能通過母語 了解華族文化 通過母語 了解華文化 華族文化遺產和傳統文化 到了今年 之前 剛過的這個 很不幸發生很多事件的講華語運動 開幕 傅海燕這個部長在開幕時的時候 也這麼說 華文華語 和我們華族文化是息息相關的 先肯定的 有關係 然後再說 掌握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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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了解華族文化 體驗 華族文化 精髓的 關鍵 所以 所以呢 我認為 我們強調母語教育的時候 似乎常常有一種一貫的一個命題 那麼我們常聽到自己也會常說的一種話語是什麼呢 說 學習華語 就能維繫古族文化 學習華語 就能了解傳統 傳統華族文化遺產 學習華語 就能體驗 華族文化精髓 那麼這裡的一個共同說法就是 學習華文華語 就能傳統華族文化 就是這樣的一個命題 那麼我今天就想好好的審視這個說法 允許我審視這個說法 我們需要審視的第一個概念就是文化 什麼是華族文化 這個文化包含了什麼東西 那我不想用什麼學術的方式啊 什麼定義來講這個 有點無聊這樣子 我想給大家自己來思考這個問題 讓大家看看一些圖片 然後呢 請大家在看這個圖片的時候 同時間想一想說 這算不算華族文化 然後呢 這是不是文化的一部分 我們先看一組 從簡單的來看一組 這是文一組 是不是華族文化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大家是肯定的答案 是啊 我們的文學啊 歷史啊 思想的部分 學的一些詩詞曲譜啊 一些孔夢思想啊 老莊思想啊 我們的歷史啊 那麼佛學 武學道學之類的 那麼這些知識 我們可以用華文去學習 可以用華語去講它 沒有意義 這是華族文化的一部分 也當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組圖 這個 看得明白是什麼 想像神 對不對 對不對 講像神 呃 看金句 或表演金句 呃 呃 在公園裡面 下圍棋 寫書法 琴棋書畫 文藝表演 畫著文化 沒有問題 當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對不對 可以 沒問題 第三組圖 這個 看明白這什麼 包種子 這個 家長 或者家裡的這個老年人 教導孩子 包種子 什麼時候包種子 呃 提登輪 中秋節 哦 這個 搓湯圓 這個 大家 我覺得 你已經得 這些都看不懂 這個一定看得懂 拿紅包 拿紅包 拿紅包作為一種傳統 華族文化 沒問題 是華族文化 哦 所以如何過節 過什麼節 過節 過節的時候做什麼 怎麼做 這都是華族文化的一部分 沒有問題 哦 很多圖 第四組圖 看明白嗎 這個 婚禮 呃 幾乎所有的人類文化都要結婚的啦 但是結婚的時候怎麼結 那我們喜歡 這個還是比較傳統的一個 換一個大喜 雙喜 非常的紅啊 現在很多這種那麼紅的 我才看見 很紅 很多這個顏色 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自己的文化 華族文化沒問題 這看得出來是幹嘛嗎 我不說的話 筷子 筷子啊 當然他哪筷子啊 還有剛剛有人說了 看得出來的 什麼 坐月子 坐月子 我本來想找一個 連頭上都包起來的那種 我找不到啦 所以剛生完孩子之後呢 該怎麼做 我們是不是有一套文化 有自己的一套文化 要怎麼做 記竹 沒有一套 非常傳統的 華族文化 記竹 這個 也看得明白 我們清明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個墳地不多啦 都是火化的 所以我們自己呢 華族呢 為了要記竹 就 用這種方式 去記竹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的華族文化 這個由你們自己決定 可以接受嗎 這個由你們自己決定 可以接受嗎 第四族圖啊 第五族圖 先看這個啦 吃點心 是不是華族文化 我們自己的肉骨茶 吃的時候要泡一點茶喝 是不是華族文化 別人聊天的時候喝紅酒 我們喜歡喝泡個茶 是不是華族文化 這個喔 我特別擺著這個 這不一定是我們的華族文化 但肯定是別人的華族文化 勸酒啊 在中國 這肯定是他們的一個文化 是不是他們的華族文化 OK 這是第五族圖 第六族圖啊 你會看到我這個圖是特別選 越來越瘦的 這個 我不知道 這個啦 像這個很容易啦 我很喜歡這個圖啊 這個圖啊 因為實實在在的 就是在傳承華族文化 你很難說這個麻將不是華族的一個東西 那是不是他們在打嗎 反正華族文化 好不好 這個 面壁思過 孩子犯錯 跪下來 反思自己做錯什麼事情 是不是華族文化 是不是文化的一部分 這個喔 老奶奶 家裡老奶奶 追著 家裡不願意吃飯的孩子 一直餵他 法國人啊 你不吃啊 不要吃囉 不管你 我們很多老奶奶就追著餵 這邊 這個在中國也是很普遍的 家長 出外工作 孩子誰來照顧 就是家裡的老奶奶 阿公阿嬤 在家裡照顧 這個 面對一大堆功課 這個功課誰給他的 不只是學校給他的 我們家裡的家長也給他的 非常注重教育嘛 造成呢 一個從沒苦臉的孩子 很多功課要做 一定要把功課學好 成績一定要考好 這是不是華族文化 這不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 有些說不是 有些說是 這個 所以這個是有很多模糊地帶 所以這個你要思考一下 所以 我想簡單指出的一點是 文化這樣的一個概念 是一個很龐大的一個概念 包羅萬象 相當複雜 而且什麼是華族的 什麼不是華族的 也有可能有模糊地帶 但之後你會發現這個 我要講的這個 這個不重要 不是太重要 那麼當我們說 語言傳承文化的時候呢 我們的意思是什麼 對於語言傳承文化這樣的一個說法呢 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一種理解 一種理解 用華語嗎 華族的一種文化 所以學會用華語溝通 就保留了文化的一部分 OK 那麼我覺得這個理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文化包羅萬象很多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學華語華文呢 它是一部分嘛 那我們學非常 我們要保留這部分 這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然而 正如我剛才之前指出那樣 我們對於華語傳承文化的這樣一個說法 似乎還有另外一種理解 那就是 掌握華語就能了解華族文化 掌握華語就能體驗華族文化結束 學會一門語言就能傳承一種文化 那麼呢 在這裡呢 我們似乎呢 把語言當做了關鍵 然後呢 好像學了這個東西 我們就能傳承這個文化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為什麼會提 這個題目是這樣子定的 但是文化 到底真的是要怎麼傳承 文化到底是要怎麼傳承的 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思考一下文化這個命題的實質 現在呢我就可以講一些定義 讓我們看一下文化的幾個代表性的一個定義 其中一個定義 Tiler這個比較早的 1870年 一般上這些都是社會學家或者人類學家 給出來的一些 他們的研究給出來的一些 文化包括了什麼呢 文化包含了知識 信念 藝術 倫理 法律 習俗 很多 以及人們應身為社群的一員 而習得的任何一種技能和習慣 真的是包羅萬象 OK 這個是一個定義 另外一個代表性的定義 1944年 Hofstein 說得比較簡單 文化是一種可以區分不同群體的集體思維模式 是一種集體思維模式 一群人 他們在面對他們的生活的時候 該怎麼去認識和處理他們的生活 他們有一套自己的思維模式 區分與其他人 這個是一個文化的定義 第三種我覺得很有意思 要為陸中考論的一個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定義 2008年比較驚奇 OK我就讀中文 他說 文化是人們一組模糊的基本假設和價值體系 假設和價值體系 是一組人對生活的共同取向 信念規律程序和行為標準 是影響主人行為 影響他們自己的行為 有這個文化的這個人的行為 以及主人如何理解他人行為的依據 你用這個文化去理解家人 你家人做什麼 你必須是依照你自己的文化去理解 OK 所以呢 以上的那個三個定義 對文化有不同的這個 對於文化的不同表現提出了 各自流道的見解 那麼重點各自不同 但都指出了文化的一些特性 其實我認為 這個也是 陸金光老師 我們文學院院長他提出了 我認為這三個定義正好點出了 文化的重要的三個點數 分別回答了三個根本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文化是什麼 那麼 第一個定義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 文化的根本就是習慣 它的根本就是一種習慣 我們人怎麼習慣做這個 怎麼習慣性的看世界 這個習慣就是文化 第二個定義給出的這個問題 或者解答的問題是文化在哪裡 文化在哪裡 他給出的答案很簡單 思維模式嘛 文化存在於人們的心理 在我心裡 因為有了這個心裡的這個文化 你外界的這個行為 才會出現 和文化存在其他心理 我覺得第三個定義 是我要重點討論的 為什麼要有文化 那麼第三個定義呢 指出了很重要的一個定義 因為 最後一個問題答案比較難理解 這個 他給出的定義是 文化是我們從別人的行為中 獲得意義的依據 第三個定義給出了這樣的一個答案 那麼 最後這樣的一個根本問題的這個答案 可能比較難理解 我還是想用圖像給大家講講這個概念 為什麼說這個文化是我們從別人的行為中獲得意義的這個義群 給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圖 這個是我幾天前在一個咖啡店裡面看到 真的幾天前看到的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裝飾 我馬上拍下來 今天用上的 OK 你看一下這個圖 看明白嗎 看得清楚喔 你想一下 你要理解這個裝飾有多不容易 你要理解這個裝飾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你沒有在新加坡住上幾年 估計你可能不太理解 是不是 他的奧妙在哪裡 要領會這個裝飾的意義 他需要的文化背景是非常非常多元的喔 首先他有一個什麼文化背景 可能是共同人類的一個文化背景 他是裝在一個怎麼樣 他是一個防火裝備的一種裝飾 鐵的紅的 中間有一個玻璃塊 對不對 然後一般上我們放的是斧頭啊 或者那個那個叫什麼 除千鏟氣啊 你心臟有問題啊 突然倒在那邊了 趕緊給他墊一下 對不對 所以是一個緊急狀況 才會發生用途的一個東西 很多地方都有 我們有這個文化嗎 所以我們認得 所以我們認得這個東西 他的外在是什麼意思 他的文字 就是 In case of 偉大汗 Break glass 那你在新加坡 偉大汗是什麼意思 不明白 對不對 他好像是又有馬來語 又有 閩南語 瞎雜在一起 新加坡文化用語 你必須要有這個文化 他有健康意識文化 他裡面裝的是什麼 看清楚有沒有 一包煙啊 一包煙啊 你看到嗎 他是一包煙啊 什麼叫偉大汗 你現在就明白了 他有一個健康意識的這個文化 我們知道什麼文化呢 七煙會有煙影啊 有煙影你才會偉大汗 所以這個也是一種文化 然後呢擺在這裡 為什麼在新加坡這個 特別有意思呢 因為有我們的政治環境 你知道嗎 在新加坡要抽上一根煙很難的 哪裡都不允許你抽煙啊 所以擺在這個 這個咖啡店裡面 就特別有意思 很聰明的一個裝飾 但是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 你看我們要理解這個東西 我們要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 你是不是需要很多很多文化的背景 你才能知道它的意義是什麼 那麼其實啊 不只是一些我們周邊 能看得到的一些事物 需要我們的文化的基礎啊 才能夠去解讀 其實我們的語言也是一樣的 我們的語言也是一樣的 所以啊 這個 這個 住民國社會學家 人類 方法學 專家 繪畫分析啊 這是我的學科 鼻祖哈比薩斯 指出啊 語言 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文化呢 是一台推理機器 文化是一台推理機器 OK 嗯 我想透過一個切身的經驗 來說明這個概念 OK 我太太是中國東北人 那麼我們結婚不久之後呢 我到東北的這個奇奇哈爾 見他的家人了 那是很靠近俄羅斯很冷的一個地方 第一次去奇奇哈爾 也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奇奇哈爾他的家人 那麼那時候呢 嗯 他的 他的姐姐的丈夫啊 我的大姨夫啊 他姐姐的丈夫 就問我 問我什麼呢 你喝酒嗎 OK 我喝酒嗎 問題嗎 我聽得懂嗎 我會刮文啊 喝 我喝 然後呢 然後呢 他接下來問的下一個 一句話說 能喝多少 我想一下 老師回答 恭恭敬敬 一股必經的回答 大概一斤 挺多的 我還能喝酒 對不對 大概一斤 然後呢 大姨夫就很沉默了 講話 當天晚上 被我老婆提名 你不懂中國話 你不會說話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 為什麼我會被批評啊 可能有很多人在這裡不了解 我回答得很好嗎 為什麼會被批評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沒有內化兩個 兩大東北文化 哪兩大東北文化 第一東北文化 喝酒文化 喝酒不是喝酒 喝酒是聯絡感情 感情深一口門 新見面的人 啊我們去喝杯酒啊 坐在主桌前 你喝我喝 聯絡感情 你想那時候 我娶了一個東北姑娘 然後呢到東北第一次 見她姐姐的大 這個 這個丈夫 要喝酒嗎 要跟我聯絡感情嗎 我不知道 我沒有這個文化 第二種文化 勸酒文化 我也沒有 在酒桌上不只是喝酒 而且要勸酒 所以呢你 喝再喝 不能喝還是要喝 對不對 喝到一方醉倒為止 一方醉倒之後呢 嗯感情有 感情在 這個是一個文化嗎 在那邊 所以呢有了這兩個 我沒有這兩個文化 但是如果我有這兩個文化的時候 你解讀這兩句話 解讀之前的那個話就不一樣 有了文化之後的一個詮釋 你喝酒嗎 她意思說 她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喔 第一次見 我請你喝酒 怎麼樣 這個是她的意思 我說喝 在她耳裡聽起來 就會說 好啊你請我喝 我就喝了 我沒有意識到這個是個邀請 我沒有意識到這是個邀請 她只是問我 你喝酒嗎 之後呢她就問 能喝多少 我以為又是一個問題 其實她說 你要喝多少才會醉 我看我有沒有夠錢請你喝啊 然後呢你喝多了啊 我還會輸你啊 我不能輸酒 這是她的一個意思 然後我還回答大概已經 我喝了很多啊 你還敢請我嗎 所以你可以想像啊 她在大姨父的耳裡面 這幾句對話 她是怎麼去理解這個 這幾句對話呢 所以啊 我理解和運用華語的這個文化習慣啊 不是東北人理解和運用華語的文化習慣 因為我沒有東北人的這個文化習慣 所以我的華語不是東北人的華語 明白嗎 所以我的華語不是東北人的華語 那可能呢你們會認為啊 這個例子啊 特殊的東北文化 跟一般的什麼華族華文文化 可以掛上溝嗎 是否一般的語言交流 也有文化在起一定的作用 那麼讓我們再看一看另外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對話 好不好 這又是一段非常真實的一個對話 他們聽到了 中國還聽到了 是一位老師和家長之間的某種一種協商 對話的背景是 學校明天有一個活動 那麼所有的學生必須去參加啦 OK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有一位媽媽就找老師 她媽媽說 媽媽說 陳昊明天有個競賽 明天有個活動 所有學生要參加嘛對不對 陳昊明天有個競賽 老師回答 那她就下次吧 那她就下次吧 媽媽說 其實沒事 她比賽11點就完了 然後我把她直接送來 你看呢 老師說 遠不遠啊 媽媽 那你辛苦了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對話 那這個老師和媽媽在做什麼 她是不是在協商 她是不是在 她是在協商什麼呢 就說 我可不可以 第一句話 陳昊明天有個競賽 老師就說 你是問我可不可以不來 老師就說 那就下次吧 然後我媽媽其實 喔不是 其實沒事 我可不可以 比賽11點完了之後 再來 讓她 把她直接送來 你看能不能這麼做 老師說 也不遠那你辛苦了 那我們一聽我明白 老師說 OK好吧 你就 就同意了嘛 對不對 她也不用說我同意 也不用說好 你這樣做不用了 那你辛苦了 要明白 就是說我就接受了 對不對 雖然這個是一個協商 是一個協商的對話 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 整段話裡面 她沒有任何的 我們叫做 義務情態詞 她做的是很多義務之間的那種協商 對不對 她做的是很多義務之間的那些商 但是她完全沒有什麼 最好應該非得啊 或者得啊 必須要可以的 沒有 一個字都沒有 但是她做到了 她意思是完整的啦 那為什麼呢 我能不用這些詞 我還是完整的做到這些 那是 那是 所以我們說啊 這個情 情態義啊 特別義務 好像義務情態義的這種表達 可以盡在這個畫輪對答的這個 文化習慣中完成啊 對不對 因為這是 華文華語講話就是這麼講的嘛 我不用用那個詞 就是 我通過我們華文華語那個畫輪的那個 這樣子對答的那種習慣 我完成了這個東西 這個才是 會講華文會講華語嘛 OK 所以 我在這裡啊 就 用這個例子給她看 為什麼我會說 文化它就是這個 就是起這種詮釋的這個作用 我們這裡呢 得到了這個 幾個重要的一個啟示啦 第一 語言本身只是一種符號 我們會常常講的 它本身只是一種符號 只是一種提供指引的一種材料 那個音 看音怎麼組成 而不是意義的直接代碼 我們常常會會錯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只讀表面嘛 我們常常會會錯意 讀表面 它的表面意思是這樣 常常都是讀錯 OK 那麼意義啊 是 聽話人自己 的意思中建構出來的 你聽了這些話 這些音 你要知道它的意義 它的意義在那個 字詞裡面嘛 其實不是 它在這裡 是你自己建構出來的 那麼你要怎麼建構這個意義 那就是我們從小 天天累積的文化習慣 所提供的概念結構 就是推理這個語言符號系統 獲得意義的這個依據 文化的作用就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點 語言必須建立在文化基礎上 才能產生它的作用 文字語言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它在文化的吹動下 它才有意義 這個是 就是這麼一個概念 簡單的一個概念 所以 在我的理解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語言能夠傳承文化嗎 還是文化在傳承語言 這個就是我的意思 好 那麼 最後就 給幾個思考的一些題目 我們是在一個怎麼樣的文化空間中 學習華文華語的 這個文化空間給我們的意義是什麼 這個文化空間是否能夠 為我們 成為我們理解支撐華文華語的這個意見 我們能夠依賴語言教學來傳承文化 你知道嗎 很重的一個 但是我只是 從我的一個作為語言學家的一個觀點 跟大家提出來 跟大家討論 今天可能說得比較快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有一點交流的空間 所以我的結語啊 我是薩皮爾 很著名的一個語言學家 我沒有翻譯啊 他就說了 Language does not exist apart from culture 分不開 分不開是分不開 但誰是主 誰是主要的 誰是次要的 誰是正的 誰是父 這個就是文化 這個就是文化 而語言呢 是有賴這個 來去解讀和詮釋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所以我才做總結 但是今天的情況 我覺得有點特別 我可能先稍微做一點補充 嘗試 不用我的理解 為耳龍的演講 做一些笑話 我聽了耳龍四十分鐘的演講 我的第一個感覺 很直覺 就是厚生可畏 因為我是從和容念本課 看他這個念碩士 然後到美國 我的母校加大去念書 他回來後 我從來沒有聽過他演講 因為他只在我們公職學院講 教教教教一些音樂趣 他有在我們公職學院講 教教一門課 就是我們那個華文老師的 私訓課程的那個專業文明班 他有替我們上一門課 但是我今天看他這個 做這個演講 哇 我們的學生長大了 然後我們這個 怎麼樣對上去這個 讓我們很緊張 不過我一點 我這個稍微這個 我一點也不奇怪 我後來回過神以後 我一點也不感覺不清 也覺得這是理所當然 這個 因為耳榮到我們教育大學 他念的時候 他是跟這個 我們知道做語言學演 就有很多的派別 不管在西方 在亞洲 都一樣 對 也是跟他 對 我是跟他求生一下 因為他的導師 是我的老同學 所以我知道 加州大學 有一派 做語言學 他們有一批人 領圖的是Sandy Thompson 對 曾經東盛帶出一大批笛子 還有他 所以 他們也就非常前衛 我其實不知道 他們真正講的是什麼 因為 隔行隔山 我在歷史系 他們在這個 彭映他們 在那個 語言學系 但是我知道 他們做的東西非常前衛 今天他回來 把他在加州大學的東西 消化以後 借這個演講 講出來 我真正感覺到 對 這就是我們教杜大學 這個學術傳承的 一個表現 但是我覺得 他講的東西 可能不容易 所以我要做一點解釋 其實他提出了一個 道歉 非常不好意思 沒有 會不會 這個本來就應該是這樣 學生講 語言是 一種 語馬系統 就是說 這個語言 本來是 我們說 各個民族 各個民族 有各個民族的語言 跟文化 對嗎 所以我說 我們問人家 Are you a native speaker of English? 你是不是 以英語做為母語的 一個語言 Native speaker 這個Native 這個字很顯出一些意義 Native跟Nation 一樣 它是你 原來 自己 生活的 族群裡面 學會的 西德的 但是呢 一種語言 是不是 只屬於 某一個 以血緣 來劃分的 這個民族 所擁有的 所 所壟斷的 只能由他們 所使用 這個問題 我們用華文 華語 來做例子 來理解 比較不容易理解 可是你用英文的話 可能稍微就會容易一些 我們知道有英文 英語 這個名詞叫 English 對嗎 好像沒有 plural的 是不是 English 沒有 S 但是現在有一個 學術雜誌 叫 World English 對對 這就是我要講的 英語 是有 是有雙數的 有副詞的 Englishes E-N-G-L-I-S-H-E-S Englishes 是什麼意思 World Englishes 將來我們也會有 World Chinesees 現在已經有了 只是我們 還不到願意正面 面對這個問題 英語變成是一種語言 而且它 不但是規範化使用的 還有一些 我們叫做楊敬兵的英語 楊敬兵的英語 一些 英國殖民地的 私底道 全世界各地區 所以我們說英國 大英帝國是日不落帝國 他所道之地 他所帶來的這樣的一種 書面的話語的 這個語言 被當地人民使用去以後 他就變成當地民族的 可以拿來使用的一種 溝通的一種工具 新加坡就是一個例子 Why do you so like that one 這是英語嗎 A kind of English This is world English 所以呢 如果這是一種溝通的意思 他就可以 If in case of 回答案 所以就是說 我們對中文的學姐 就是他幾十年的母語教學 學中文就要跟中華文化 掛勾在一起 不然話太沉重 小孩子不喜歡學 對 這樣 後來我們很多人覺得 這個論調聽得很不順耳 所以 其實 Wingnesses 今天已經是成為一個事實 Wingnesses 會不會成為一個事實 會不會成為一個事實 Wingnesses 會不會成為一個事實 如果要我們關心 提醒我們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考慮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方向 當中文成為一種 很多不同地區都可以使用的一種語言 作為他們一種額外的 additional communication means 就是他們自己所使用的 民主主曲的語言之外 還可以拿來使用 除了在這邊除了英文是這樣 馬來文也是這樣 馬來文它有巴哈沙的 就是巴哈沙 Indonesia 像國家這種 登大雅之常 在殿堂上使用語言 也有巴哈沙馬來文 對吧 這個方法 我們大家都會講一兩句 可是馬來人 他也能經過我們再講什麼 可是他知道 那個不是他們的馬來文 是什麼 是Chinaurang說的 像我們這樣 華人說的馬來文 對不對 所以 語言是有可能變成這樣 他是可以是一個 就是 Wingnesses 我們是可以拿來用 作為我們 additional means communication 我想 如果我理解的對的話 我這個學弟很厲害喔 我真的 蛤 追得很慘 蛤 他如果 如果 如果 我的理解是最話 我是想 他應該 你是應該想從這個 是 對嗎 是 如果 我覺得這個 呃 首先 我 我一開始 我就開中 努力說 我 講這個課題 很忐忑 因為我知道 它是個敏感的課題 可是我就覺得 還是得曬一曬陽光嘛 對不對 然後 你還是要講一下 然後 呃 首先 我的 很多人 誤以為 我是 你要把文化 你要語言的文化 脫離關係 這個正好相反 這是不可能的 我講的就是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 語言只有在文化的這個 推理機器下 它才可能有意 才可能有意識嘛 才可能有意 所以它是不可能脫離的 這裡的問題 不是脫離不脫離 這裡的問題是 這個是什麼文化 這個是什麼文化 而我們的文化 剛才我說的 能不能支撐 這個 語言的這個 蓬勃發展 這個語言的 不斷的再生 我們的 講華語 用華語的 文化空間 是什麼 然後 要怎麼去 建立和 構造這個文化空間 這個才是我關心的問題 因為我常常會 呃 我們知道一個事實 就是 孩子在課堂上學中文 然後他可以學好幾年 然後他中文還不怎麼樣 然後你把他拿起來 然後把他丟進中國 或台灣 你不理他呢 他說不了中文 他就吃不了飯 他必須在那個社會裡頭 生活 很快的話就很好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文化空間在那邊 他沒有 他沒有用那個語言的話 他在這個文化空間 他什麼意思都沒有 他什麼意思都表達得出來 所以他很快就學會了 所以課堂我們是不得已的 當然啦 每個國家都會在課堂上學的 教語言啦 即使英國人還教英文 對不對 一樣的 但是一個語言的這個 存活 靠的是文化空間 而不是課堂的華文教學 這是我要講的 好 那我們現在開放給大家提問 或者有什麼意見要教育 好 哪位先來 林教授你好 是這樣 我先提示一下我基本情況 我是在中國上學上到17歲 高二然後來到我新加 後來到新加坡 之前呢 有一些問題啊 就是我自己個人一點觀察 然後希望說出來呢 能聽到一些您的見解 就是我發現 現在不僅是年輕人 也是整個社會 就是大家在使用華文的時候 的很多習慣 漸漸的被 英文裡面的一些用法 所潛移默化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過年的時候 現在大家最喜歡說的是 新年快樂 但實際上呢 比較傳統老式的說法是 過年好或新年好 那麼現在我們愛說 新年快樂 可能是來自於英文的 Happy New Year 然後這是一個小的例子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日常在說華文的時候 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在用一種 就我們沒有意識到 但我們實際上是在用 英文的語法 來說華文 這個不僅是體現在 語法結構上 很多時候 我們說的用詞 構詞 都是用英文的一些 比如說實用性 什麼什麼性 什麼什麼性 我們構詞上 也體現出來這種趨勢 那麼我想問的是 在我們使用華語 來越受到英語用法的影響 的時候 那麼這個 是不是對於一種 華文所代表 它代表的文化下面的一種 被侵蚀或者被抽離 您覺得這個現象是應該被警惕 還是它是一個好的 值得鼓勵的文化交融的例子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這是一個大問題 又是一個沉重的問題 首先我先肯定一下 你的觀察 確實很多這個 在本地很多人講這個 中文的時候 可能會用一些 英語的一些語法 不管是詞彙啊 還是一種 語法形式 剛才你提出那個 什麼什麼性 什麼什麼性 對不對 但是我想好像中國很多報章 也很喜歡用這個性 什麼性什麼事情 那他們是不是被英文侵蝕了 我不知道你的觀點是什麼 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呢 是 從語言 不管是任何一種語言 語言歷史的這個 角度來看 語言肯定是會變的 那你說即使是英文吧 我們說英文 我們說queen's english standard english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以前的英文 和現在的英文的話 你比較 可能以前講英文的人 會說 哎呀 我們的這個語言 被好多法文 德文 什麼北歐語言 各種各樣的侵蝕 然後呢 滲入了 我們是不是要警惕一下 警惕之後呢 我覺得 作為一個看著語言歷史發展的一個人 警惕之後呢 社會發展 它還是會變 那麼 所以我還是回到那個 就是重點就是說 你的 你的文化空間 你的社會空間 是怎麼樣的 它就會怎樣的變 這是一個證明 要不要警惕 我就覺得這個詞 要不要警惕 要不要遏制 首先我覺得 你要怎麼去警惕 你要去怎麼遏制 這個就是我的觀點 還不如我們好好思考一下 就是說 比如說 我們能夠創造 怎麼創造更多的 可以讓這個 華文華語 這個語言呢 發揮作用的文化空間 你只要有了這個 華文華語能夠發揮作用的文化空間 我覺得即使那個華文華語 不是標準普通話 但它畢竟是我們的華文華語 那它就有生存的這個空間 這是我的想法 你剛才講到 在新加坡 華語應用的空間 你認為呢 我們的空間是比50年前更大呢 還是一樣呢 還是更小呢 講到小的話 小了多少 這個呢 無用至於是一個政治問題 然後 假設要台灣的話 BK政治 可以嗎 可以 不可以 我就講 這個 我覺得 我家裡的情況 我跟你說一下 好不好 我爸爸是傳統華校生 華中畢人 那麼 我媽媽是 教會學校出來的 所以呢 她 不會講普通話 但會講閩南語 好 然後家裡 她就是 英文啦 英文和閩南語 然後 我阿嬤代大啦 我阿嬤大概是跟我講 閩南語 好 所以我在家裡小時候呢 對著爸爸 爸爸很堅持 跟我講 華語 不是閩南語喔 對著媽媽 媽媽跟我講英語 阿嬤代我 就跟阿嬤講話 那麼 我就是天天在家裡 這樣子 從小就是羽馬總患者 很自然啦 沒有什麼 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一個狀態 對我來說 然後我有兩個弟弟 營養的爸爸媽媽 同樣的家庭環境 對不對 然後呢 我二弟 他現在還算是一個雙女都能夠 都能夠孕婦的啦 他喜歡看易經 他很奇怪 呵呵 但是他讀的是英國文學 德哲學 我三弟 也是 爸爸媽媽生了 在家裡養大的嘛 對不對 已經不太會說華語了 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 我們的家庭環境應該是一樣的吧 沒有問題 但是呢 我們的 出了 學校以外 之後 或者出了家庭以外 出了學校之後的 文化空間 我覺得我們是很不一樣的 我 初中的時候愛下圍棋 我還是很迷這個東西 對不對 剛開始學了一些華語 可是我這個基因不行 音樂基因不行 所以拉了一年二不就放棄了 但是我很喜歡下棋 然後呢 很喜歡看一些武俠小說嘛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到了大學的時候呢 教了很多很多的台灣的中國朋友嘛 對不對 所以 這麼說吧 我創造了我自己的文化空間 那我就是這樣 那我弟弟或者我三弟創造的是另外一種文化空間 這個文化空間 會不會受政治影響 當然會 我不否認這個 但是這個課題已經 講到不用再講了 為什麼要創造這樣的一個文化空間 它的理由是什麼 都沒有道理吧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我們可以創造我們自己的文化空間 我覺得這是我要說的 現在中國好多喜歡用那個信 有時候覺得用到很古怪 有些敏感詞都不敢用 比如說示威啦 抗議行動 他們是什麼 群體性事件 群體性事件 那變成一個很古怪的那個文化 那麼 還有你講說 家庭裡面那個語言環境的變化 我是一個比較特別清醒 我跟上一代講話跟下一代講話 不當那時候方言跟華語 有時候你把翻譯成華語的話 意思也是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突然見面說 啊 吃飽沒有 吃飽不會 你跟老人家講是沒有意思的 結果見面你問他吃飽沒有 他問你吃飽了沒有 那麼你叫做你跟年輕的 比如說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一些年輕的同事 你說吃飽沒有 他說啊還沒有走 大家一起吃 對不對 意思是不一樣的 那麼叫做你請一些朋友說大家聚一聚的 那麼有時候怕避免尷尬 比如說我一某某人過來 你看他熟嗎 意思是說你介意不介意 那麼假如是老一輩 他告訴你說我對他沒有印象 你就小心 他說我對他沒有印象 是我對他沒有好印象 那麼年輕人的話 他說我對他沒有印象 他說好了我介紹你們 你坐在一起我介紹你們 好 那麼 現在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語言沒有意義嗎 文化背後才 就不是說文化驅使他 才有意義才出來了 如果你看現在的 即使電台有時候 或者你說那些售貨員 有時候很奇怪 你買東西你走 然後謝謝你有空再來 假如是老一輩 有空再來你不要來 你沒有空你不要來 等你很有空的時候你再來 所以假如一個中國人告訴你說 有空去了家裡做 就是其實他不願意 你自己說 他就有空 那你有空 就敲門 他不關你 那麼還有 有時候那個電台 喜歡辦什麼活動 說不見不上 對老一輩的人來講 不見不上 那是保證 我沒有來你一定要等到我來 電台不可能真的不見不上 他就是一句空話 你來不來我反正時間到了就走了 對不對 他沒有來不見不上 就是拜拜的意思 是吧 這種現象啊 有時候是 你聽那句話那背後的意思 就是 你知道不同用的是 好像 梁博士講 不同的那個 魚馬 那麼 然後啊 還有 現在年輕人有時候會用一個 我看只要你去到 中國 可能他們會對你不滿意 你跟人家講說 啊 你來府上坐 去哪裡 你是有請他去你家 還是你說去他家裡 你叫做自己家裡說 府上是很不禮貌的 那麼還有說啊 高法 好多例是這樣 是 所以啊 就好像說 問人家年齡 新加坡一般上西瓜啊 你幾歲了 甚至 有些看訪談節目 我會問你幾歲 在中國 你一個老人家 他可能可以翻臉 然後你的貴根啊 老大爺啊 你貴根啊 你高壽啊 你問幾歲 你要問一個小孩子 你幾歲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 我們的語言後面的那個文化 不容易學 當然學語言 很容易出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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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同意 其實你的那個 講的很多東西 也是我自己講的啦 但是 你剛才最後一句說 語言背後的文化 我寧願說 他是 理解 去給語言有意思 背後的那個文化 而不是語言 那個東西背後的文化 就是 你説定 你説定 呃 編碼 這個是語言權有一套編碼理論 其實我講這個 我不信編碼理論 就是 其實我就說了嘛 他任何的語言 他就是一種指引 他只是一種標誌 他就說 在這個方向 然後呢 你要去理解他的話 那個語言本身 他是沒有意思的 你必須是靠你的文化 基礎 他說 他還是在這個方面 用你的文化基礎去詮釋 他 所以這個 對我 我自己認為的 是不是太是編碼的那種方式 兩位老師 我自己想談一下我關於我兩個女兒的學習情況 我這兩個女兒 我本身是華文老師 我太太是英文老師 所以我們一人交一招 他們的雙語是非常強 可以 強到是非常強 真的很強 大了剛剛 金雲來佛 身出演的A1 高級華文A1 這個是不用講 但關鍵是 我跟我太太兩個人都輸了 因為 他們現在喔 對英文華文的沒興趣 他們對韓語比較有興趣 他們看韓國戲的時候呢 聽韓國歌曲的時候呢 我發現 我最後還是輸給我太太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開英文字幕 開英文華語 吃東西現在基本上有的選 絕對不是中餐也不是西餐 是韓餐 所以我最好奇的是 這樣發展下去 似乎英文華文都沒有什麼優勢 似乎是 最終會是成為王者 謝謝 女兒們多學了第三種語言 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嗎 呃 我只能承認一句話 就是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喔 現在這個文化 基本上不是中也不是西是韓 我只能這樣講就是 文化最終是戰勝一切 也許中英文只是他們的工具罷了 語言 因為我知道我們說語言只是一個工具罷了 很刺耳是不是 所以要說語言是一個文化的載體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還是文化是語言的載體 好 這個就是我要重啟 要深思 從我的觀點 我女兒肯定因為小七歲 她也是 她現在七歲小一 她好很好 那麼 因為我們從小 我跟你不太一樣 因為我太東北人了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 我們 從她一生下來呢 我們就已經堅持 只用中文跟她講話 普通話 然後呢 我的媽媽 我就跟她講說 哎呀 你跟我的女兒啊 你的孫子啊 你就要 就跟她講男女啦 但是我媽媽好像堅持不了 為了要跟她溝通 就回歸到英語啦 很難的啦 但是呢 我的女兒就這樣 成長過程中 我們家裡 就是我的家裡 就是我的這個 華文文化環境 因為我知道她出了家裡 我不用管她的英語 這個都 什麼英語我都不用管啊 發展得很好啊 所以我們 因地實疑 我們知道我們是 生活在什麼環境的 情況下 我們就要去塑造一個 另外一種 語言的那種環境 韓劇 那你如果不太願意他們 就把那個韓劇給滅了 他們就沒有這個 文化空間 我是想問 以目前的新加坡的頻狂 我們是不是陷入一種 文化的危機 中文語言的危機 文化危機是什麼意思 就是不忠不息 也不易 新加坡嗎 新加坡文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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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怎麼講呢 我常常會收到一些 報館記者的一些問題 一般上是晚報 或者新明日報 他就會問我說 哦 這個東西有讀者來提 提問說 這樣子寫 規不規範 正不正統 對不對 就是說 羅里 羅里可以叫 巴士可以叫嗎 為什麼不叫公子 我就 我就會常常說 這個 那就看你 你是不是 願意 願意 某一個 承認某一個 語言霸權 還是 其實你也是 很看重自己的 這個 本身 跟土生土長 我們 生活成長 這個 土地的一些文化 那 文化危機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文化 但是我覺得 不可能沒有文化 沒有文化 就活不了無難 各地有各地的文化 問題只是說 這個文化 能不允許 Wall Chinese 成長 這是我的觀點 您好 我 我作為一名 補習老師 那 我是 補習老師 留意到一些現象 就是說 現在在新加坡 孩子的 華文齒屏 是在走下部路 也包括一些 我 我中國的一些朋友 他們的孩子 來到新加坡以後 他們的華語 也是走下部路 所以 我們很擔心 這個 華語文化 華語的 教學 在新加坡的 這個 趨勢是怎樣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們必須 這個 肯定是個 上波路嘛 這個不用講的 這個我覺得 我們大家都有 有意識的還好 但是外頭有 好多好多 還沒有意識的 就是要 要傳播這個 正確的意思 其實 我 我 我們生 還是我這個小孩 你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力氣 才讓我 從東北來的太太 我要勸她說 我們孩子 你不要跟她講一句英文 因為她有能講英文的嗎 如果你不要跟她講一句英文 在新加坡 你就跟她講中文就好 我花了很大力氣勸她 因為她害怕 因為她害怕 害怕什麼 因為她 你要想她是從 中國成長 對不對 她認識到英文的重要性 她也就是說 欸 這個 我如果在家裡的話 我不 她不跟孩子講 她說中文你講 英文我來講 那時候我會說你在新加坡 你不用做這件事情 我們兩個人這樣做就好 對不對 所以 我不知道你 本來她會害她什麼 因為她自己的資深經驗 告訴她 就是她必須要跟孩子講英文 你這麼一想 你就能理解就是說 對 就是 我們要塑造 我們要努力的 塑造自己的 這個文化空間 不是教華文 我要提出一點 不是教華文 而是塑造 華文可以生存的文化空間 這個不用教文 這是不用教文 這是去做 大家一起做 對不起 我在 其實你剛才所講的 又 想辦法 塑造或製造 或一些環境 你可以不可以 你剛才跟你太太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像這種例子 我所知道的 是非常的稀有 甚至有些是 父母都是華文 華語都會的 或者華孝出生的 為了孩子的前途 他們 在家裡跟孩子講英語 雖然他英語 不是很好 還是 特別是 他的孩子 又讓他的父母 待的話 他為了孩子 能夠產生 接觸到英語 又他的父母 用很差的英語 聽起來人家 又說出來的英語 跟孫子的講 為什麼這樣 因為環境 他們體驗到 英語不好 在新加坡很難出頭的 所以你能夠做生意 賺大錢 不然呢 你只要打工的話 是非常有限的 我不能講零 那個限度 是跟我們年輕的時候 差很遠的 那麼 像你能夠 說服你太太 這是不容易 那麼其他呢 不是 要說服的很難的 所以結果我發現到 為什麼那些學生 只在學校的華語課 學華語 你離開教室 就沒有華語的環境了 華文老師 只在教室裡面 用華語華文 離開教室又寫報告 又寫什麼 又開會 全部是英文的 你想你假如是 又中文好 英文好 有 畢竟是不容易的 所以呢 你又求這個 華文 能夠維持 或者是 提高 你有什麼辦法呢 你可以具體的 舉一兩個具體例子嗎 這個意思 這個剛才你講的 就是 首先這個是一個意思的傳播 你說這個父母 他們其實華文是非常好的 但是自願 用英文跟他 因為他們 對於語言的這個 就是語言習得啊 怎麼習得 這樣的一種意思 他們的那種想法 可能有點偏差 認為說 哇 我不跟孩子講英文 他的英文就很差 他沒有看到他孩子 出了學校 出了家裡以外的那個文化環境是什麼 如果他看得到這個的話 或者他承認這個的話 欸 他是不是就比較自願的在家裡 用另外一套 可能你說的對 他們沒有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意思是慢慢傳播的 然後 然後 他們 假如有離開新加坡 可能就 有得到一些 氣勢 或意識 假如他的生活 大部分在新加坡的話 他 除了他本身 所以他要打我講講 沒有啦 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意思 來慢慢的一個傳播 謝謝 我上次有請坐 梁博士館 那個 我們新加坡一間學校 叫 新加坡中國學校 我 我今天找到 舊的資料 很有趣 因為他的那個名字 原來的名字叫什麼 新舟中國女學堂 一個非常華文的那個名字 現在的翻譯變成是 新加坡女子學校 你去Google search 新加坡女子學校 包括 男人女中 什麼好多女子學校 所以他已經失去 完全失去他的特性 但是 那時候他為什麼 開這個學校 根據那個 上方向的那個 新加坡 那百年史 講的是 兩百年前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他們發現 好多那種所謂的 幫他感謝我們所有的爸爸 這些土生活的家庭 很多因為就是 母親通常就講 一些比較簡單的馬來話 或者是類似這樣的 不一定是馬來話 土著的語言 那麼變成他們的 下一代的語言 變成是這種 參雜式的 類似馬來話這樣 那麼當時 林文慶就是 為了 跟雙王相兩個人 為了說 下一代的那個 教育的問題 他們是認為說 要首先培養 那個 女孩子 就這 Chinese 要給她有好的文化 那麼以後呢 我們的下一代 才有好的文化 所以她開的那間學校 基本上是一個 英文的學校 但是 林文慶跟她 去那邊 跟他們上學校 所以 新加坡 Chinese School 本來是 英文學校 但是同時她有 雙語教育 到後來 變成是一個 純粹的英文學校 我以前朋友 在那邊 讀過書 他說他們那邊 完全沒有上中文 到後來 新加坡政府推行 兩種理論政策 才慢慢 有一點中文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心想 我 我一直找到答案 可能就 大家討論一下 或者大家思考一下 我們的 一種 這種文化 這種語言的心想 這種變化 那麼我們的下一代 會不會變成 會不會變成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 一種 很奇怪的 英語 參國語 那麼 可能英國呢 聽不懂我們講什麼 中國也聽不懂我們講什麼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謝謝 林教授您好 我是南大的畢業生 然後 因為我本身是中國人 但是 我是屬於對傳統文化 和傳統文學 非常感興趣的 所以我之前有在中文系 旁聽過兩年的課程 然後我在跟我的新加坡的中文系 同學和馬來西亞中文系 同學交流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現象是 他們在面對傳統詩詞 或者說古文的時候 很多人的態度是 把它當作一個單純的文化 或者文學來學習 那您覺得如果說 在現代社會當中 我們還有就是提倡保留傳統語言的這種意義嗎 什麼叫傳統語言 就是古文或者比如說成語詩詞這樣的 那你剛才說的一個很有意思的就是說 他們只是把它當作一個詩詞來學 對當作文學來學 而不把它當作一種語言 傳統古文當語言 就是 就是好像是那種 脫離了文學課堂之後 這個詩詞好像就 不會出現在你 平常講話 或者生活當中的 那你可以舉一個例子 這個傳統詩詞怎麼稱 在你稱 平常的生活當中 這個作用 因為我 就是 可能我的情況稍微有一點 就我的啟蒙讀物是牽字我的河的 他是在白首 所以 好像 在我講話的時候 會很自然的帶出 就比如說要表達一些感情 或者 一些詞的時候會很自然的使用 加不及句詩句 成語或者詩句 也覺得言簡易改吧 然後 但是好像我在面對新加坡 甚至是中文系統的同學的時候 好像 比如說我們 比如說討論一個課題 突然 如果用到這些的時候 感覺氣氛會突然漏下來 對 就是 大家會覺得 就是你用了 然後你得到的回應是一臉茫然 對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會有一種概念是說 我覺得我面對的是中文系的同學 應該是可以使用的 然後 但是好像得到的回應是這樣的 所以你覺得在新加坡 就這種現象是很正常嗎 還是說 中文系的教育道具應該更強調這個部分 哇 你要我說它是正常嗎 正常的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常態 是 你要我說它不正常嗎 你要我說它是有問題的嗎 我就不會很難說它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它不是唐詩三百首長大的 它可能是心謠長大的 然後你可能就叫它唱幾句心謠 它也可以跟你唱幾句心謠一頭歌詞 所以 文化不同嘛 但是這兩個也是 也都是用華文的一個華族文化嘛 那 為什麼說我們的心謠就不是華族文化 也是啊 也可以啊 有沒有必要保留 有沒有必要學 有 了解其他人當然是有必要的 了解其他文化當然是有必要的 學啦 但是呢 能學到像你這樣 天天就出口成章 然後 不能跟人家交流的時候 還有幾句四句話 確實很高明 那就比較難一點 時間差不多 我給今天的演講做一個總結 其實 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他給我們問的是 語言傳承文化 還是文化傳承語言 語言是要傳承道徒 語言是沒有什麼地位的 道統才是真正 他要傳承的 原始是一個工具 所以文以載道 但是呢 文以載道的觀念 在中國文化進入現代以後 他這個影響 因為是 起碼一千年以上的 兩千年的時間 積累出來的想法 雖然整個時代已經翻天覆蹄的變化 這這個影響還很深 包括在我們新加坡 用學校裡面教華文、馬來文、淡美文 他的作用 不只是 教學生懂得運用這個語言 教學生能夠有這個語言的四個技能 聽說讀寫而已 我們還在我們的報告書裡面明確寫出來 他還要傳遞文化 各個民族的文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影響 是很深 不過 文化跟語言的隔離 也是因為 跟著 這個 皇朝的結束 進入民國以後 然後 武士心文化運動以後 這個 語言跟文化的隔離已經開始 而且非常嚴重 到現在為止 可能 這個裂縫還沒有完全離合 不久以前我在晚期年做的一個演講裡面 我有提到這個 無視先生的地位跟作用 今天我想用 當天我講的一些東西 來做一個總結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們有這位聽眾 這位朋友 有年輕的朋友提到這個 這個 你跟中文系的同學交流 發現他們好像沒有什麼文化 他們有緣 他們沒有什麼文化 這個觀察不錯 還有我們剛才 我們這位 也是年輕的朋友 你叫什麼名字 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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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我們現在用的語言 是受英語 還是其他語言 侵蝕 還是魔化 問題 其實 這個問題 是有一個歸間點 就是 我們今天用的書面的語言跟口語語言是統一的還是分裂的? 我當時沒有聲音展開 吳士先生大家都知道 吳士先生是在中國以外的地方非常的國家跟民族 他們對吳士給予非常大的肯定 他們認識了解吳士 跟吳士所代表的那一代的中國的新一代的知識分子 對中國從古代到現在的轉型 所扮演的非常關鍵的作用 吳士先生一生 就是他自己考到的博士學位博士 他一生得到我的學生幫我做的統計 如果他的統計是對話 他得到26個名譽博士 Honorary Doctrine Honorary Doctrine 26個 從中國 以中國學人來講 甚至政治人來講 沒有個人這樣做 為什麼 這問題就是為什麼 原因就是 他們認為 吳士是現代中國語言之符 Modern languages of Chinese 什麼是中國的現代語言 就是白話文 白話文是我手寫我口 我手寫我口很重要 因為他表示在現代以前 我手不是寫我的口 所以就是我們剛一個年輕的朋友 提到文言文的問題 文言文就像歐洲的拉丁文一樣 他們是已經滅亡死亡的語言 但是在他們還沒有滅亡之前 他扮演的作用非常大 當在整個歐西文明的地區 各個地方都有各地方的語言的時候 佔領導統治地位的 共通的語言 書面與上共同語言是拉丁文 在中國 拉丁文的角色是由文言文所扮演 但是文言文跟口頭講話是不一樣的 但是 中國需要從古代走到現代 從古代走到現代以後 政治體制改變 生活習慣改變 物質生活各方面都改變 語言不能不改變 你不能再用文言文 要不然你沒辦法勾頭 你沒有辦法把西方的 應該說現代的思想 介紹到中國來 所以言福先生的翻譯 其實我們現在不知道 他在講什麼 因為他用的是文言文來翻譯 西方的現代知識 用文言文來翻譯西方的現代知識 所以只有像言福他們那樣 受過士大夫訓練的 古文訓練的士大夫才讀得懂 他沒有辦法傳播西之間 他們認為 白話文就是中國的modern language 所以為什麼無事間的重要 外國人能夠理解 因為他們是從拉丁文死亡了以後 在這裏面上 各個國家的英國人 日耳曼人 西班牙人 葡萄人 法國人 他們自己民族的口語 在這裏面上 變成了 可以登堂入世的 各個獨立的 各個民族國家 Nation States 自己的書面 在這之前 Verniculus languages 各個民族的語言 他沒有在 他沒有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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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文並駕齊齊 扮演 這樣的一個作用 但是進入現代以後 Verniculus languages 變成德國人的母語 德國人是德語 法國人是法語 中國要到新武士以後 武士他們那一代人 提倡白華文運動後 他才開始用 所謂中國的modern language 所以武士 胡士先生是中國 modern language 之父 這是在西方人 他們有自己 從拉丁文以後 變成Verniculus 變成自己的國家 民族的語言 這樣的一種歷史經驗以後 他看中國的發展 他認識到 胡士所代表的那一代人 推廣白華文的這樣的一種 作用之偉大 所以他們給他26個容易學員 中國自己的大學 哪一個大學 你或不是容易學員 你想起來 覺得非常可悲 所以我們今天是講中文還是講英文 所以英文進入白或者西方語言 或者白華文運動 我們說歐化的漢 可是它是豐富了我們的modern language 還是削弱了我們的眼 以前你給你父母親寫字 寫信 父母親大人軍艦 校長或長官大健 現在你寫這樣的信給父母親的時候 父母親會覺得你是怪物 但是你寫什麼呢 你寫親愛的爸爸 親愛的媽媽 父母親看得非常的舒服 你是在寫中文嗎 不是 你是在寫英文 My dear mom 所以它是豐富了我們的語言 還是削弱了我們的語言 這個問題 在文語載道已經不是 或者是影響我們成為絕對這種標準的時候 我們應該用一種更開放的心理來看 所以胡適之所以令人感到敬佩 就是因為當它認為我們應該以白話文 作為我們的modern language的時候 它是從古代尋找這個modern language的資源 它認為上回小說裡面表現出來的那樣的一種 在水舞段在上位演繹這些 原來是畫本演變而來的這樣的一種小說 它認為這就是我們的文學的國語 國語的文學 所以人們味道的還是認為應該用文原文 作為我們的書面語的人 因此崩擊推動白馬文 說這些什麼 隱居賣將之徒的園 拉車的賣豆漿的小販的園 可以登堂入室嗎 這是當年 白馬文跟古言文論戰的時候 的一些情緒是這個語言 對嗎 但是它同學的信息非常明確 你要說你要創造一種語言 這個語言會代表你這個國民的語言 國家的語言的話 你有什麼東西作為文本的根據 提倡文原文 反對白馬文的人 提出這個貪光電影 不是說 我們沒有 我們的確是沒有 不過 我們現在就開始創作 所以 我們有了文學的國語 我們就有國語的文學 所以 武士新聞學作家 魯遜 毅達夫 是我們所讀的這些 武士新聞學的作家的白話文 二三十年之間 一波一波的文學 不是他們的語言是對的 只要我們去做 我們就有文學的國語 國語的文學 因此 文學的國語 國語的文學 它要 它要新創出一身東西來的時候 它不是從文言文裡面去拿資源 它要從它日常的生活裡面 從西方 源源不絕的進來的新事物裡面 把它們變成 我們白話文的智慧 我們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 就創造出什麼呢 我們現在所用的 規範化的漢語 普通話 中文 華語 我們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 去完成 但是 這個過程到今天也不過一百年 它應該是一個 還要接著用一百年一二百年時間 來豐富來完成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這個語言的文化 要從哪裡來 它可以有兩個來源 一個文化就是文語載道的這個道 在文言文 替我們傳承了兩千年以上的時間裡面 累積起來這個傳統的中國文化 華族文化 另外一個來源就是 容金要告訴我們 從我們的人文日用 日常生活 現在的所見 所聞所聞 我們所參與 創造的一切新的東西 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生活經驗 累積出來的一種文化意涵 文化符號 這些東西 也就是 我們這個 中文這個modern language 在未來的一百兩百年裡面 的另外一個 豐富的文化的來源 我就以這樣一段話 來替耳榮的演講做一個總結 我們謝謝耳榮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對不對 我們兩個電檔 日常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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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